妈妈 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奇斯 夜校的故事 昨天晚上 父亲带我去参观了与我们学校在一个院子里的夜校 晚上 夜校灯火通明 工人们陆陆续续地进了教室 我们到达后 发现校长和老师正在生气地议论着什么 原来 教室的玻璃刚刚被人给打烂了 这时候 学校的擒杂工在街上抓住了一个孩子 但是 家住在学校对面的斯黛蒂跑过来说 我可以证明 这不是他干的 是弗兰蒂干的 他还恶狠狠地威胁我不让我告诉别人 哼 我才不怕他呢 校长听后发火了 说一定要开除弗兰蒂 这时候 来上夜校的工人们已经差不多到齐了 有二百多人 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在一起上课呢 这里有小孩子也有老人 有司机也有木匠师傅 一批炮兵也进来了 他们很快找到座位坐了下来 有些人马上打开书本读起来 有些人则在询问老师问题 我看见了那个被称作律师的老师 正被几个工人围着 给他们指点着什么 还有那个拨腿的老师 看到一个染工的作业本 用两种颜料装饰了一下 忍不住笑了 我们生病的老师也已经痊愈 今晚也来了 他明天就能回学校给我们上课了 听校长说 有很多工人为了按时上课 都是匆匆忙忙吃口饭 甚至有些人是饿着肚子来上课的 有很多的小孩子刚开始学习半小时 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但是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工人 是绝对不会打瞌睡的 他们专心致志的听老师讲课 还时不时地把一些重要的内容记下来 我们又去了二楼 我跑到了我们教室的门口看了看 只见我的座位上坐着一个留着长胡子的男人 他在一只手上裹着绷带 也许是工作时不小心被碰伤的 尽管如此 他仍然在坚持慢慢地写字 做功课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小石匠的父亲 那个铁匠 正坐在他儿子的位置上 我不禁笑出了声 铁匠弯着身子 一脸严肃认真的听老师讲课 千万别认为父亲坐在儿子的座位上是一种巧合 这可是小石匠的父亲特意向校长提出的申请呢 我和父亲一直等到夜校下课才走 在学校门口 我看见很多的妇女抱着孩子在等待丈夫 下了课的丈夫走到校门口就立刻抱过孩子 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不一会儿 街上渐渐地安静下来